在经历过新冠疫情的重创后 防患未知的X疾病 已经是成为全球医疗领域首要的任务 有鉴于此 2024年财政预算案 是否会拨款以防患与未然受到关注 本地医疗专家就建议 卫生部应该专注研发疫苗 以便能够阻止疾病在五国肆虐 随着全球化的脚步 人们跨境流动已经十分普遍 同时与动物直接的接触也有所增加 导致X疾病的传播率将继续上升 世界卫生组织早在2018年 把全世界可能会引发的瘟疫 与未知的病原体称作X疾病 马拉公益大学医院总监莎兹里教授 在接受本台专访时指出 五国医药领域其实投入疫苗开发多年 但缺乏人力与专才 令研究受到限制 他指出 并散播上扮演重要的角色 过去三十年来 全球相继出现严重的大流行疾病 人士为他们提供适当的治疗或建议 大马卫生部早前已发出文告 劝其民众留意可能出现的X疾病 但无需过度担心 文告强调部门会密切监测 X疾病出现的可能性 提醒民众遵守卫生指南 同时通过保持健康的生活习惯 加强对X疾病的防御力 马新帅电视采访报道